其實有時候就會覺得 他愛兒子比愛我多 哈哈哈哈 被忽略了嗎 不過後來我發現 我自己也有這個鏡頭 所以我就原諒了他這樣 不是 其實我相信應該很多人 都會發現結了婚 然後有了小孩以後 你就會開始 老婆的腮奶 你可能就會沒有那麼的 也不是不喜歡 因為兒子更腮奶 對 你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了 那因為兒子還很新鮮嘛 很可愛 然後你看他一點一滴 從不會散乃 然後到會散乃 會爬 會笑 會互動 那你給的回應就會比較滿 那老婆的因為結了婚 這可能老公也需要改進的地方 對 我們一起一起成長 但是如果你當下有看到那個對比 你就知道看小朋友是 可以笑到這邊 看到老婆可能是微笑 對 因為你跟老婆講話 不會娃娃音啦 那你就會覺得他還是 就是跟孩子講話是最快樂 最可愛的時候這樣 所以你們兩個現在睡覺是 寶寶是睡中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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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還是睡床邊床 因為我們有 對 我們有共識是 不希望他養成習慣 一定要跟我們睡 雖然老公曾經要求過 要讓孩子睡中間 但我知道那一睡下去 就回不去了 所以我跟他說不行 還是要讓他習慣睡他自己的床 不然就是也會很難脫離 對啊 其實我覺得 我那時候懷著他的兒子 都跟子純哥演吻戲 哈哈哈哈 而且我還看到了 哈哈 我剛好收工回到家 沒有 那天他播出 我收工回到家 然後我很累 我坐在餐桌上 然後想說吃東西 他正在看 然後吃一吃 我想我就看一下 我老婆演得怎麼樣嘛 然後他突然說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 我想說幹嘛 然後大概下一秒就親上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 那時候已經生完 播出那時候已經生完了 但是在親的當下是懷孕的 但是當下他親的 要演那個戲的時候 他其實是知道的 對 只是沒有打算讓他看到 看到播出這樣 可是我們就是互相通報一聲 就沒有什麼問題 畢竟我們都在這一行 你如果不能適應 我們當初也不會走向婚姻嘛 對啊 因為那個就吵不完了 因為這是不可能避免的事情 夫妻之間的互信也是很重要 對啊 我都還沒有出國 在那邊跑著跑著跑著 你找到了車子 結果他停在你 誒 我裝反了誒 蛤 把那久反了 我都還沒有出國